吃什麼麵 什麼烏冬都好 先拿一塊這些 酸蘿蔔好 酸西瓜好 這個好吃 我試給大家看看 很好吃 我告訴大家 如果你要我選擇 蘿蔔和西瓜 我覺得西瓜好吃很多 西瓜皮有神奇的功效 西瓜皮裡面含有利料的成分 熟寒性 有解暑熱 促進傷口 遇合等的神奇功效 可以和榴槤這些降熱性的食物 一起吃 就有中和熱性 降低火熱 避免上火 好 我是月豬月土 大家好 這間是酸蘿蔔 大家都應該知道 我經常醃的酸瓜和酸蘿蔔 讓我先吃一塊這些 拿一塊出來 這些只吃了兩塊 大家都看不看到是什麼 我現在吃一吃 嗯 嗯 嘩 沒得吃了 我覺得辣椒太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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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就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西瓜脆衣 什麼叫西瓜脆衣 告訴大家 剛才你有沒有看到我 切西瓜的時候 切了一塊衣出來 切了一塊 切了一點 這塊 這塊 特地有多一點紅色 其實呢 醃酸蘿蔔 青瓜 我從來沒有間斷過的 因為我們吃了麵 我都會拿些來吃的 其實西瓜 這個叫做白色 西瓜脆衣 嘩 有七大好處 片頭你也看了 現在這個時間有西瓜買 有記住 大西瓜 那些小的西瓜 是不行的 但是我告訴你 煲水和這個 都是要用大西瓜 一來不好吃 二來沒有益 很簡單 都是用醃酸蘿蔔的方式 一樣醃這個西瓜脆衣 為什麼你剛才有皮呢 因為你如果不做一個動作 就像我剛才吃 要脫皮 但是可以做另一個動作 就是批皮 又是很簡單 這個非常之好 好 馬上做給大家看 好了 首先我們當然要 有一塊這麼漂亮的西瓜皮 白色這些多一點都不要緊 很好吃 我們這樣切 我們盡量切細細一點 慢慢切去細細一點 切到它細細一點 這樣切了一塊塊 你其實可以先批綠色的皮 但是比較難批 所以最好先切一塊塊 細細塊 如果你醃得好 24個小時就可以吃了 好棒 當然你放幾天都可以 沒有所謂的 放很久都可以 慢慢切 切了它 有時這些皮很硬 我上次就懶 我上次懶 所以我就不批這個皮 現在就這樣吃了 不過最好就是批了一塊皮 因為吃不到 好 批好再跟大家說 好了 所有都切開一塊塊 其實你可以就這樣拿去浸 不過如果這樣拿去浸 吃的時候就要像我剛才那樣 批一塊皮 不要 做多一點工夫 現在就找個刨 現在因為刨得這麼幼 它就容易刨很多 刨深一點也不要緊 因為這股綠色皮 就很硬 吃不到 告訴大家 現在就這樣 是不是容易刨很多 刨出來就行了 這一股就是西瓜脆耳 好像冬瓜 煲什麼都好 你如果不捨得這些紅色 就這樣浸這塊白色就可以 不過我就 他就多吃 我專程底的那些 都留一點 快快都這樣 批了它 這樣切開來批 就容易很多 你不要以為整個批 以下要這樣 切開來批 就容易很多 看不看 OK 這些沒有用的了 如果 你不用可惜 批深一點也可以 好 讓我全部批好 就再跟大家說 皮就批好了 真的很容易 這樣 這麼大塊 這樣OK 一開二 其實我已經浸過了 其實舊的醋和糖 是可以重用的 你扔下去 扔下去 再加一點點醋 加一些冰糖 就可以了 至於份量 你們要看甜度 一定要冰糖 如果你重新浸過 好像我今天 我重新浸給大家看 就很簡單 當然有一個 這個 這個OK 一開二 扔下去就可以了 很簡單 你就知道了 一般來說 48小時左右 但是告訴大家 如果你浸得好 24小時左右 就可以吃了 很棒 這些 要來送麵 我很喜歡的 總之 我長年來都有蘿蔔 最近的蘿蔔 現在又不是做來 所以就可以浸這些 其實浸這些 什麼都可以 其實浸多一點 剛才應該多些 不要緊 很簡單 記住 如果不吃得辣 就加少許辣椒 吃得辣 就加兩隻 嘩 多少辣椒 辣死我了 我自己都覺得辣 所以洗一洗冰糖 可以了 扔一隻辣椒 不要切開 很威辣 油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冰糖 我就加多一點 對 多一點 好了 至於加醋 你要加醋 加醋 加醋 因為它本身 這個西瓜有甜味 不用加太多 剛剛過了西瓜 味道 這些是白醋 好了 夠了 這裡三分二就夠了 記住 要用白醋 用蘋果醋 一層另一種味 是不好吃的 即是我的見解 即是你要知道 我的見解 即是我要告訴大家 即是我要告訴大家 見解 現在搖一搖 搖一搖 這些醋 就會辣溶救冰糖 辣溶救冰糖 我自己一件醋 就辣溶冰糖 這樣 我怕大家覺得太酸 所以你們混合一些 凍滾水 混合凍滾水 三分之二的醋 三分之一的凍滾水就可以了 OK 可以了 這樣 它自然的冰糖就會溶 好 放進冰箱 你穩陣 48小時 如果你趕著吃 24個小時 就可以吃 這樣放進冰箱 我明天 就 吃麵的時候 就吃給大家看 好嗎 好正 這個 西瓜脆衣 好 明天再和大家 說 好 好了 魚蛋 魚片 烏冬出來了 咦 都沒有煮過 其實不是 其實是 這個 酸的西瓜 出來了 醃了一晚 24個小時 其實48個小時 最好 吃這些粉麵 我一定會放進去 先開給大家看 我放了一隻辣椒 其實我還有酸萊白 所以今天就很棒 讓我夾這些酸的西瓜 給大家看 嘩 好香 其實夠味 我要告訴大家 最重要的事情 是夠味的 你24個小時 就已經可以 其實如果想濃一點 就48個小時 我一個人 都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不煮那麼多 明天又煮 你知不知道 我明天又煮 那要不煮那麼多 其實這些可以浸 我只是加少許 醋 就可以了 變成要告訴大家 不知道要怎麼放 豉鬼蛋 多漂亮 好了 先放幾塊 不要放那麼多 哇 多厲害 這就是 西 醃西瓜 這個 酸甜西瓜 很棒 我們現在 當然是加少許烏冬 很棒 接著 我開這個 吃什麼烏冬都好 我先拿一塊這些 酸萊白好 酸西瓜好 這個很棒 我試給大家看 嗯 嗯 嗯 好吃 我告訴大家 如果你要我兩者選擇 蘿蔔和西瓜 我覺得西瓜好吃很多 希望大家喜歡我 今次跟大家分享的 酸西瓜 謝謝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點幫我分享給其他朋友 多謝大家訂閱 月煮月好 月煮月好 各位老友 我是月煮月好 大家好 老火湯 就整天煲的了 但是這輪的天氣 煲老火湯 真的不是很適宜 我今天就和大家煲牛尾湯 營養價值很高 又具有補元氣 滋補強身的作用 適合男女老少喝的 而且是一種深受大眾歡迎的湯水 我留住你在身邊 心仍然很遠